离开蒙子 我们准备前往河口 从蒙子到河口 一路长下坡 海拔也骤然下降 在蒙子还比较凉快 到河口的路上 就开始慢慢的 觉得很闷热了 不过景色也在发生着变化 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云南河口 河口也是一座边境小城 在河口的对面 是越南的老街市 河口也是整个云南省 唯一的一个 以瑶族为主的四直线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转一转 来到河口之后 就已经很有东南亚的感觉了 街边的这些植被 也都换了个模样 走进河口 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里人比较多 而且整个城市 就像一个大花园 街边的植被非常的茂盛 许多肉带植物 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 就比如说路边的这种树 感觉在北方 都应该是在花盆里的 不可能长得这么大 一切都让我觉得很神奇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离越南真的非常近 看下边这个铁网 前面就是红河 在红河的对面 就是越南 我们站在这里 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对岸的这家酒店 红河也叫圆江 我们在地图上 有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名字 其实啊 这就是一条河 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 一条重要的国际性河流 是越南北部最大的河流 因流域内 多有红色沙叶岩地层 水成红色 所以呢 成为红河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河水啊 是比较浑浊的 气势十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树啊 一开始我以为是榕树 后来才知道 这个是印度橡皮树 它是特别洗高温湿润的 所以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河口 也是非常热的地方 在河对面呢 是越南的老街市 对面最多的建筑 就是酒店 大大小小的酒店 不计其数 有很多呢 也书写着中文 想必我们这里 过去旅游的人 也比较多 我们这一路往口岸走 感觉人很多 但是听河口这里的当地人说 这些人里面 越南人要比中国人还多 而且呢 曾经比现在要热闹 现在这都是人少了很多了 我站在这 看对面的越南 真的特别的清楚 我已经看见了 好几家咖啡馆了 就感觉 坐在咖啡店门口 晒晒太阳看看 不一样的这种 边境风光 还是一个挺惬意的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对面的这个马路上面 也是车来车往的 非常热闹 我们眼前这些比较小的树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 实际上这些树是海南黄花梨 它每一年都要发芽很多次的 现在这些树还太小 要在等几十年之后才可以用 听说在以前 有很多越南人过来旅游 或者是长期居住 后来他们发现 好像很难留在中国 想娶个中国媳妇 更是难上加难 反而是我们想在这 找个越南媳妇 要容易得多 久而久之呢 很多定居的越南人 就离开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越南朋友 大多都是在这边做生意 或者是来旅游的 在这儿还有两条河的交汇 这条呢是南西河 这边这条 就是刚刚我们沿着走过来的红河 这两条河呢在这交汇 然后向前流去了 两河交汇冲刷出了红河平原 汇流有河口骑士 辐射了大半个中南半岛 也正是因为这两河交汇 所以有了河口这个名字 现在在我身后树立着的 就是101号戒碑 中越边境的戒碑呢 是从江城的石森大山开始 边号自西向东呢 是依次增大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101号戒碑 之前呢 我们也去到了东兴的北伦河口 接下来也会到江城再去看一看 在中越边境看到这一幕 突然想到前两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 中国呢是2比3输给了越南 那对中国足球来说 也是比较黑暗的一天啊 每天在河口这边 来来往往旅游的人非常多 我们可以看到 这座大桥上面 也是很繁忙 在大街小巷里呢 也有很多的旅行社向我们展示着旅游产品 从基础的一日游 到二十几天的深度游 应游尽游 河口这边呢 是盛产香蕉和菠萝的 在这儿也有 头顶香蕉 小彩菠萝的美成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同盟会河口起义纪念馆 1908年 面对强敌 同盟会在西南地区筹划了起义 打响了云南 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第一强 起义军很快攻占了河口城 进而进军蒙字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颠月米鬼 顺着铁路呢 一直往前就是中越大桥 这座桥啊 一共长一百二十一米 我们中国段呢 是六十一米 越南段是六十米 这条铁路啊 现在客运已经不再使用了 货运还是正常的 这也是历史的见证 河口这里呢 确实非常有特色 而且呢 旅游资源也丰富 想到越南旅游呢 也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这里啊 实在是太热了 这个记得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风景 拜拜